今天马圈收到一宗坏消息 加州是马主Horwood梁音声因病逝世 深水清的马眉发现 加州星球早前10月15日 在暴民关下赢G2沙田感标 当日拉头马和班长台都见不到Horwood的蹤影 其实加州星球上季4月9日赢G2主席感标时 拉头马时已经看到Horwood戴着帽 面容比较瘦射 遗憾今天收到Horwood的死讯 加州星球新马时两出两折的骑士葛能 虽然已经离开香港翻英骑马 但亦都在社交网站那里送上杜汶 网上有Horwood的背景 他爸爸梁廷生是香港教育家 家里有四兄弟姐妹 Horwood太太洛浩玲 在无线电视高层洛怡人的三妹 他两夫妻秉承梁校长的精神 为教育界作出贡献 2011年9月捐出了300万元作资助 在广东回州市建立学校和老人中心 当时估计Horwood家族 为回州公益事业捐助了2000多万元 他的离世绝对是马圈 甚至是教育界的损失 加州是仰马历史要由Horwood的爸爸梁廷生说起 我们竟马制作过梁廷生家族养马影片 大家不妨重温一下 以家族式的养马计 加州是由来至今 数量都绝对不少过美丽系 依照马会的网页记录显示 这个历史比美丽系更加悠久的赛马阵营 曾经及正在持有的马 多达接近半百之数 当中最大名气的 当然是一代灰色神兽加州万里 如果一提起美丽传承 马迷即时都会想起美丽系 这样加州万里就肯定是加州系的标记 加州系在香港养马 就由已故总陀主梁廷生开始 他生前的绝号是加州两 早在20世纪的60年代 梁廷生已经在美国参加赛马运动了 并且在当地投资赛区 在当地学习赛马的知识 其后他在世界各地投赛赛马 而且更加拥有个牧场 致行培育马不参赛 其中最知名的肯定是前打比冠军高尔夫 梁校长当年离世前的一大结作 就是在法国引入加州万里来香港服役 梁廷生另一港为人知的爱好就是梁校长 他生前年轻时曾经在美国留学 毕业后回香港创办加州国际学校 其后分策为圣约望英文书院 以及美国国际学校 梁廷生出任首任的校长 梁校长之名就是这样而来 梁廷生在香港当马主 从1997年回归前已开始 他的首批名下马包括加州英雄 藤云龙 高尔夫 而高尔夫更加是当时一代总皇丹山的最强之治 本身这马就在98年在奔刊的训练之下 火柏奔刀的弟子李格力勇奪打给大塞的孖宝 也令到加州两在香港马圈从此扬名立万 不过其实梁廷生的子女开始养马之前 梁氏家族不是所有来香港的新马 都是以加州两个字来命名的 因为知道梁廷生当时名下 除了上述的高老夫和藤文龙之外 还养过乡下仔和嘉丽宝这些马 之前提过的加州万里乃是加州系的仰马标记 这一马当年由加州两一手引入 他从未代表过他出赛 鸡恩当加州万里在10年2月16日 在沙田进行在香港的地标战时 梁廷生已经昏归了天国 这一马其后在香港大放光芒 他亦无缘看到 不过这只体重只有1000磅左右的加州万里 似乎在加州两在天国比例之下表现得非常生性 来香港的第二季已经赢了四分 还曾在当季的五月底代表香港出战新加坡 出外浸过洋水 加州万里之后的一季 即是在香港的第三季更上一层楼 季初先赢沙田錦标 同年12月更加首夺香港杯 第二年也先后远征国杜拜和新加坡 到了12至13年的马季 加州万里坑称大爆发的一年 在短短的半年之内 先后攻下马会杯 香港杯以及遮打杯 成为至今唯一可以线练香港杯的马 最后尽理成章 也登上当年的最佳长途马王的宝座 如果当年不是遇到洪心威龙 加州万里应该至少可以做一次马王 可谓时也命也 梁整身家族开始承传养马 大约由乙仔梁欣胜 以及他的第三女陆梁佳怡开始 他们在90年代初 有笔链名的马叫做云中龙 正是马会经典的黑白波争议事件主角 这件事发生在96年3月10日 当时是云中龙服役的初出 在外号金毛斯王近能夸下 中目攀攀之下 在末段冲线之际竟然收疆 结果落败二回 当然引起全城的马迷和传媒哗然 这时候马会的行政总裁王志光 当时尝试以黑白波之论 为这件事降温兼为马会护航 反而将这件事越描越黑 本龙之后再出赛的时候 已经转投了奔康马房 更加一口气跨季连赢了四场 情况真的令到马会挺尴尬 说回梁欣胜本人 他早在90年代的中期 已经开始仰马参赛 名下首区叫封雷令 至今已经接近20年 所以说单是他个人养马的资深程度 已经足以给美圈中 目前任何一位中年的马主 作为加州是当今的领导人 梁欣胜以个人和合伙的形式 养过差不多30只马 当中他当然以九辺的 加州万里城最高 云中龙七折也不弱 至于其他马方面 多折的梁区其实也不多 数得出只有加州才子 加州满意 加州议长和加州王子等等 反为雲中龙另外一位 联名的马主 都即是梁欣胜包莓 陆梁佳怡 仰马运就非常之不错 几乎所有的名下马 都曾经有马赢 当中包括加州金像 加州福星 红番仔 加州好运 以及丹山王 前两区都是四折的短途精英 丹山王更在01年胜出 现在是一级赛速度系列首关的 百周年纪念短途杯 丹山王当年系匹平分 曾高达122分的丹山雄胜指示 来香港直到退役的时候 都没有被阉割 情况比较特别 加州系养马 另一个最大的特色 就是很详情之心 大家都知道 加州系的赛区 这十多年来 绝少不是由名牌 联马斯高东尼训练 而高东尼 简直是与加州系 连成一线 马迷一听见 加州什么 不用回看马经 或者上网 都知道联马斯是高东尼 尽管近年加州系的马 在高东尼的徽下 不见有加州万里 这些超级的杰作 但是马匹的整体成绩 其实都不算太差 至少有加州议长 在一百年季尾 连夺港澳杯 和三级赛精英杯 至于加州雷电 加州德逊 加州星球 以及加州海哥 还有早前打开胜门的加州十大 这些都是加州系的精锐新兵 可以继续为幕后人 带来奖金的收入 仰马来到第三代的加州系 分别是梁廷生的孙 和孙女 梁君宇 梁信恒 梁信恩 和梁信明 通通使用相互之间 色泽相同之中 亦有不同的彩衣饰仰 其中 梁君宇的加州十大 采用加州议长的同一彩衣 至于梁信恩的加州德逊 和加州海哥 都用上黄浅紫色彩衣 梁信明的加州雷电和加州一宝 就用了相当抢眼的黄浅绿色彩衣 至于梁欣胜自己的加州星球 和加州威胜 就沿用加州万里的黄红色彩衣 总而言之 加州是对赛马的投资和热爱 绝对不下于任何一个马主阵营 再创另一个高峰 都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 看到这里真是令人回味 希望Hawrard的后代可以伸火相传 延续加州系养马逢出必片的精神